由您來講還是講 從七賢作為起點 然後延伸到後來的137在這裡 對我來講 七賢就是一個夢的開始 一個源頭 它就是我們的家 那所謂的老奧妃 老奧就是我們的精神 是 當然我們所謂137 對我來說 對我來講 它就是老奧 它就是七賢 就是一個精神 然後去不斷的 一個不斷的累積 然後產地出去 是 然後當然這個體育館 它即便要拆了 但是這個精神會持久 因為這個球隊已經 開始散業出去 我想說的是 我並沒有辦法 常常回來即便在高雄 可是 可是我看到這個球場 就是我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點像 老人嗎 你知道像看到老人 我懂 然後它有很多的地方就是 剝落人 對它剝落人 對 然後尤其當半國 對而且我 我有一點很難過就是 我怎麼沒有發現它 它有很多老舊的地方 而且當我知道 就是我知道它要拆除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寫信給韓市長 在講 在講籃球學校 可是我 我卻不知道 我有一個籃球學校 然後是培育我們長大的地方 它是 我們不要說那麼大的夢想 可是好像連一個 在棄權國中的 這樣子一個很好的體育館 都好像沒有辦法 保養它 對 其實 其實我說真的 這個話我沒有對別人講 就是說 也剛好是今天 然後 所以我其實心裡會想的是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當時候我第一眼看到這個球館的時候 我要來打籃球 你的籃球公由始開始 對 就是這個體育館 後來的三比一球 全部都是這一次 對 然後現在我想 或許我 我還有一些能力 可以在 對籃球做一些什麼事 可是我 我知道的時候 就是這個體育館 就是 那這也是沒辦法 因為這是市政規劃 對籃球包裂 召喚 因為她在這個體育館 ams 入了 2 4 5 6 7